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分别是谢霆锋战队的曹阳 傅星瑶 贾一腾 李健战队的单依纯 宋宇宁 苏伟 李荣浩战队的斑马森林 陈莫涵以及李宇春战队的潘红 打开百度APP查看更多高清图片 对于以上九强学员 相信大多数人还是有一定的疑惑的 苏伟和陈莫涵一直表现平平 他们竟然也晋级了九强 而像赵子化 马兴仪 高瑞这样的实力人气学员 却遗憾止步于18强了 的确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也感到有些意外 尤其是赵子化这么早就出局 有些不应该啊 而各位奇葩的是 高瑞第三次遇上霍西瑶 第三次又败给了他 简直让人大跌眼睛 这是节目组事先安排的剧情吧 九强学员当中 谢霆锋战队和李健战队成最大赢家 分别有三位学员晋级 而最尴尬的是李宇春战队 只有潘红一人晋级九强 其他三位学员赵子化马路前江涛 全部被淘汰 我的预料结果是 四支战队三比二二比二 现在变成了三比三比二比一 要让潘红一个人挑大梁 这任务相当艰巨啊 不过这也能够间接说明 潘红将成为后期最大魔王 甚至遇上他都会被淘汰出去 因为节目组不可能让一支战队被剃光头 所以其他八强学员呢 就祈祷在后面的突围赛当中 别跟潘红遇上吧 哪怕潘红唱的赛不好 节目组也不可能把他淘汰的 李宇春第一次当好声音导师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嘛 也相当于现在的潘红拥有了一张免死金牌 可直接保他进总决赛 其余八强学员苏伟和陈墨涵 应该会在下一阶段被淘汰了 原本他们晋级九强就有些勉强 尤其是陈墨涵的确是运气好 抽到了实力最弱的匹诺曹 捡了个大便宜 轻轻松松的晋级九强 而苏伟更是爆冷门 击败了人气实力艰巨的赵子画 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陈墨涵淘汰之后 李文浩战队就胜斑马森林了 所以斑马森林进总决赛 几乎也是板上钉钉的事 最后剩下的全是种子学员 单一纯 曹阳 宋雨宁 傅信尧 贾一腾 目前还不知道最后的规则 到底是哪几位学员进入到总决赛呢 如果是五位 那么在以上五位种子选手当中 还要再淘汰两位 由于谢霆锋战队是最强战队 所以他的战队应该有两个名额 李建战队会有一个名额 节目组不会让人气最高的 单一纯提前出局 至于谢霆锋战队 曹阳 毕竟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关系摆在那里嘛 傅信尧和贾一腾之间 应该是傅信尧进总决赛 贾一腾的原创歌曲 真的没法欣赏 谢霆锋硬生生的把它吹上了天 其实观众是有分辨力的 好坏呢还是听得出来的 所以预测总决赛学员可能会是 单一纯 曹阳 傅信尧 斑马森林 潘红 如果不止五个名额的话 宋雨宁也会紧 至于最后到底如何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